小剧场第二回 巨额拨款 购字典 撒向校园 却不见 他说去年10月 中央拨了17个亿 免费的为每个农村的学生 配发一本新华字典 这是好事 认字就要从娃娃抓起 就怕有些人 他不认识一些字 好事多磨 从下通知到现在 都过去半年了 河南多地的农村的 中小学生 还没见到免费的字典 长什么样 是 有一些孩子比较海惨的 他们拿到手的免费字典 竟然被当地的这些政府 换成了盗版货 你说他这叫什么 侠宝 要么不给 要么给假货 某些地方政府 您是扶持教育 还是毁童年 妈 发学了 回来了 虾业 那么早就回来了 你在那个函季里头滚 你在学校里头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我听说 少统中的十七个亿 给你们发字典啊 没有啊 什么字典啊 没发吗 没有啊 没发 没有啊 真没发 真没有 那看来真没发 没发 那什么 妈 这是今天作业 你再帮忙做一下呗 你还敢让我给你做作业 上次的时候做作业 不是被老师发现了吗 咋回事啊 哎呀 我们家老赵 给孩子做作业 然后把他名写上了 这回不会 这回你帮我做 我自己写名字 那你给我说的题目 什么作业 是让写作文的老师 说是让说说 昨天 今天和明天 这个简单 阿姨帮你做 昨儿我看了美剧 今儿我看了韩剧 明儿我准备看 抗战神剧 我说大妹子 你这个品位是越来越高 那是 你想怎么写 我想这么想 昨天爷爷娶奶奶 只用了半斗米 今天爸爸娶妈妈 只用了半头猪 明天我们娶媳妇 却要了我们半条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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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